今時今日打算買電視機,都會打算用上好幾年 現在正式是 4K 和 8K 電視的轉角位 如果你預算夠的話,自然不想買一部電視 功能和規格很快會外出的機款 Samsung 在 2020 年推出的 QLED 8K 電視 就很可能有一部適合你了 有了去年第一代 8K 電視的經驗 2020 年,Samsung QLED 8K 電視 有 Q950 TS 和 Q88T 兩個系列 當中旗艦 Q950 TS 突破科技 首次開發出無盡屏幕的設計概念 大家可以看看 Q950 TS 的電視邊框連上屏幕的邊緣 只有 2.3mm 闊 在一部大至 75 吋甚至 85 吋的電視機上 佔頻率達到 99% 相信都很難再有一部電視的邊框可以薄過這一部 那你會問,這麼薄的屏幕又有什麼用呢? 首先,當然是美觀 因為當你將 Q950 TS 掛在牆上的時候 你會看不到電視的邊框 可以更容易投入畫面裡面 而 Q950 TS 裝載在你家後 無論是開了電視畫面 又或者是配合家居裝飾的 Ambient Mode Plus 環境模式 就幾乎不覺得電視機存在了 其次就是省位了 好像這部 75 吋的 Q950 TS 一樣 看上去的感覺 和一部 65 吋的大小差不多 就算近看都不會有很大的壓迫感 而且電視的邊框雖然很薄 但是兩邊都有開孔的 內藏了一對高音的喇叭 配合機背的低音喇叭 就算你不加三巴 都已經有不錯的音響效果 不用擔心電視機因為太薄而不夠聲 至於聲音的部分 稍後我會在另一條影片再跟大家介紹 稱得上是 8K 電視 Samsung Q950 TS 當然配備了一個真 8K 的 QLED 屏幕 8K 解像度是 4K 電視的 4 倍 包含了 3300 萬個畫素 畫質密度當然越高越好 就算近看都不會看到像素點的存在 而取決一部 8K 電視質素的高低 亮度和對比度就成為了關鍵的因素 Samsung Q950 TS 和 Q800T 都擁有最高級數的 32X 點陣背光技術 可以更有效發揮 8K 電視格式的高對比度要求 點陣背光技術是屏幕後面的發光區 按照影像顯示特定位置的光暗量而反覆開關 背光分區越小 光暗互相影響就越少 沒有光的部分就可以產生出更純的黑色 背光度越高就可以有條件做出更高的對比度 發揮 HDR 的畫質 另外高光度的畫面在日光之下 會提供更好的抗光表現 很多時一部電視機的級數高低 就是取決於背光技術做得怎樣 坦白說 今年 Q950 TS 比去年的 Q900 是有進步的 特別是在黑色背景之下的物件影像 背光區域的控制進步了 少了附近區域的滲光情況 今年 Samsung 在 Q950 TS 和 Q800 T 兩部 8K QLED 電視內 升級了第二代的 Quantum AI 8K 處理器 透過 AI 數據資料庫 可以構建出一個很好的 8K HDR 畫質 就算你在看的不是 8K 影片 都可以升頻去到 8K HDR 的質素 而今年的第二代處理器 對 8K 升頻的能力處理進步了很多 就以我自己試播 4K UHD 欄杆碟計 今次 Q950 TS 開啟了 AI 畫質模式之後 畫面的細緻度即時提升了 但又不會有像油畫的人工處理感覺 畫面流暢之餘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電影感 今年 Samsung 的 8K 電視 和過往的 Samsung 電視 在畫質設定上有少許分別 值得和大家說一下 最主要就是畫質的智能模式下面 如果大家第一次使用 你會發覺智能模式 你只可以在 On Off 其他圖像模式就選不到 但其實只要你把遙控器的輸入 向上推一推 進入智能模式設定 在裡面你就會看到 調色圖像的選項 這個調色圖像就是透過電視機裡面的光暗感應器 去自動調節畫質的光暗和對比度 去配合你的家居環境 如果你想人手去調動畫質模式 你可以在智能模式下面 在上面關閉了這個調色圖像這個功能 你出到畫面 你就會看到智能模式 無論 On Off 都好 旁邊這個圖像模式就會開啟了 你可以在裡面選擇動態 標準 自然 或者是電影的模式 如果你想在選擇模式下面 再做一些設定 就可以用遙控器的十字折向上推一推 在圖像設定裡面就有更細緻的選項 如果你想有更進一步畫質的調整 可以在設定裡面按一按遙控的輸入鍵 你就會看到一個圖像的設定界面 進入專家設定這個頁面之後 你就會看到很多很細緻和專業的畫質設定的數據 你就可以調整一個你正確的畫質模式 然後儲起它 除了 Quantum AI 8K 處理器的能力之外 Samsung Q950 TS 使用的 QLED 屏幕 透過 Samsung 量子點技術 產生足以顯示出 DCI-P3 標準的 100% 色域空間 顏色具有 100% 重現能力 比較普通的 LCD 屏幕 能夠顯示到更多的顏色 以至顏色之間的細微漸變和光暗變化 好的電視畫質是由顏色和光組成 所以 Q950 TS 會支援量子 HDR 10 Plus 利用 Quantum AI 8K 處理器去計算畫面的 HDR 數據 在暗位之中重現細節 Q950 TS 的量子 HDR 10 Plus 範圍達到 4000 流明 可以提供到極高對比度的高動態畫質 配合電視機的新加入的光度控制器 可以不停檢測到觀看電視的環境光度變化 作出自動的光度控制 無論是大逆光的家居環境 又或者晚上關照燈 都可以一樣看到相同的亮度和對比度的畫面 買得到 8K 電視 除了透過 8K 升頻之外 我們當然更加期望可以欣賞到原生的 8K 影片 Samsung Q950 TS 和 Q800 T 升級了內置的 YouTube 播放軟件 可以支援到 YouTube 最新的 AV1 Quoted 透過 AV1 Quoted 編碼的 8K 影片 我們就可以在 Samsung Q950 TS 上 以原生 8K 介紹度播放 目前在 YouTube 上找到的 8K 原生影片 都不少 大部分都是風景的紀錄片 例如我介紹以下這個 YouTube 頻道 裡面就有很多拍得很漂亮的 AV1 Quoted 編碼的 8K 影片 可以看 發揮 8K 電視最大的優勢 當然除了 YouTube 之外 Samsung 8K 電視一樣有內置 Apple TV 應用程式 可以看到 Apple TV Plus 節目 又或者租購電影 另外 Netflix 一樣可以看到 4K HDL 的影片 今年購買新電視機 我有一個挺重要的心得 就是建議大家留意電視有沒有 HDMI 2.1 裡面的 4K 120 和 8K 60 的支援 原因就是今年年底會推出的兩部次世代遊戲機 都會用上 HDMI 2.1 的 4K 120 令到打機的畫面更流暢 Samsung Q 950 TS 有 4K 120 和 8K 60 的支援 更有 AMD V-Sync 電腦遊戲顯示的對應 就算這一刻未有 8K 信源出現 但未來也不用怕這麼快要換機 今次先和大家說著 Samsung Q 950 TS 的畫質部分 下次再和大家說說 Q 950 TS 在聲效和智能功能上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呢? 好,呢? 好,呢?